好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台长师父 我想给我儿子看一下 他是2012年书虎的 你看说他到8月份就四岁了 但是他现在还不开口说 就说个简单的爸爸妈妈的 喂 喂 喂 不要动 挺好 他什么你再说一遍 2011年书虎的 他现在不愿意说话 不是不愿意说话 他不能说话 听得懂吗 他脑神经已经出问题了 你自己讲吧 你打开了几个孩子 我打开过两个 两个 不止啊 在他身上就两个了 在你身上还有两个 我知道我做了好多念 所以我不要感恩大慈大师父 能救我 救我两条命 我告诉你啊 想吃我的生命 想吃我的灰命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就是你的业障 我知道 我告诉你 有的你吃苦呢 明白了吗 感恩大慈大师父 你赶快念经啊 我是在念 明白吗 你现在念经 明白吗 你好好念经啊 小朋友我叫他安静下来 我是在念经 我一直在想菩萨忏悔 我今天是一定要跟 观世音菩萨好好修行 跟着他让师父好好修行 你现在答应他吧 给他身上念108章吧 好的 好吗 师父我怎样给他做根课 每天 因为我现在每天是给他念 大悲咒三到七遍 然后心经最多念到二十一遍 礼佛有时候念的不多 好了 一百零八章啊 小朋友 小朋友 嗯 嗯 一百零八章啊 给他一百零八章啊 好 嗯 好 嗯 好 好 好了 你赶快帮他念吧 好的 一百零八章之后还要 嗯 要很多 那我以后是二十一张 一波一波都给他念 好吧 对 嗯 一共要给他念四百张 好的 好 好吗 对 我以前像菩萨学院 给他念过四百张 你们边上找个人抱一下他呀 帮他抱一下呀 不 好了 你把他抱起来吧 我抱 不哭 不哭 嗯 大家现在看见了吗 一个人不好好修 这就叫业障 我告诉你 让你痛苦一辈子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自己 自己的孩子他没有办法 好了 赶来知道师傅 我一定会好好念经 好好修行 好了 我告诉你 你大概在 你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嗯 你会做一个梦的 嗯 嗯 会告诉你 一共要多念多少张小房子 好的 台长现在先告诉你 一百零八张 好的 好吧 嗯 因为我经常也梦到师父 师父也在梦里面来 给我加持过 我知道我非常感恩 感恩台长师父的慈悲 但是你自己做的念 得你自己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做的念是很真的 好了 嗯 好了好了 下去吧 好的 谢谢感恩台长师父 所以大家想一想 人真的很苦啊 真的 生出来的孩子这个样 你们大家说苦不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